中国房产巨头碧桂园爆发债务违约危机 由于这家公司是柔佛森林城的发展商 竟然引发市场的担忧 不过国家银行表示 碧桂园在我国的子公司 只占我国银行体系贷款和债券不到0.1% 因此研判对我国造成的风险不大 国行在回复路透社的电邮中指出 碧桂园在我国的子公司 也就是碧桂园房地产公司有按时还贷 而且也有充足资金来履行还贷义务 国行也说碧桂园引发的房市危机 对我国房地产领域冲击不大 而这家公司在我国的滞销单位 所带来的风险依然处于可控水平 无论如何国行已经要求金融机构 在评估房产开发和建设项目融资的可行性时 应该充分地考虑 当前和未来的房产市场的状况 以免出现中国当前的房市危机 被指沦为鬼城的碧桂园森林城市 目前只有9000人居住 核心入银居住